新竹救国团暑期营队梦想舞台小小主播营 共计三天的活动 小朋友们除了学习到发音训练 撰写文稿以及口语表达等等课程 第三天更来到新竹正道有线电视 实际体验电视台摄影棚的工作模式 也站上主播台化身为小小主播 我们救团第一次跟我们新竹正道来合作 办理我们小小主播营 真的非常感谢新竹正道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亲自来到我们的新竹正道的一个摄影棚 让他们实际上了解到我们新闻制作后面背后的一种辛苦 新竹正道总经理刘忠胜也特别到场观看小朋友的学习过程 政大新闻系出身的他也表示 孩子们透过实际走访棚内 能够了解新闻真正的产制过程 期许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长大后对媒体有兴趣 能够秉持着善良热情的精神 提供社会正向报道 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栋梁 未来的栋梁 民族的幼苗 他们知道这个整个新闻的产制过程 他们也了解到说 以后新闻要怎么做一个判断 跟做一个平衡报道的一个了解 希望他们将来如果说有机会来参与新闻媒体工作 都能够保持着一个发扬这个人性真善美 能够把这个好的真善美还有一个平衡能够发扬光大 上完一系列的课程 小朋友们也吸收了满满的知识 来到最后一个关卡 实际上台播报新闻 有的人很紧张 有的人很兴奋 但看着电视中的自己 真的成为小小主播 对许多小学员来说 是个很新鲜很新奇的体验 因为就是以前也有参加过其他救国团的 然后觉得很有趣 然后对于主播也有很大的憧憬 所以想来参加 就是以前觉得主播就是优雅就站在那边 然后自然而然就讲出来了 但后来发现真正做很紧张 然后很不一样 就是可以看到主播平常录影的地方 还有场景是怎样 那你有没有体验当小主播 有 当小主播难不难 很难 因为还要经过很多练习 然后上台的时候还会紧张 360行行行出状元 小学员们对未来或许还很迷茫 但透过亲身体验 能够向下扎根 希望的种子 结业仪式上孩子们笑得开心 也为这次的小小主播迎 画下完美的句点 凯破新竹 曾伟伦 简淑琪 采访报导